这晚上老师曾经说过 这个小河才是你永久的家呀 兄弟们夜山了 刘二又来了 灵禅一点 44番 灵禅一点 抖剑仪废弃多年的人生送灵站 这个大树怎么找到这么好呀 这边还有一个 空荡荡的灵堂 也封送过很多前辈去往另一个世界 什么灵堂这里 柏树依旧褪绿 安静地守在黑暗里 终于发现了一个 还留了一个呢 哎呦 挺长眼的 这边是个内颤 有个绒布 这才是永久的家呀对不对呀 赵班上老师曾经说过 这个小河才是你永久的家呀 这有个水泡 哦这个窗子也没了 空了窗子都没了 嗯 这个房子里边也是空的 嗯 这个房子里边也是空的 看看以前这种木头穿的 上面有什么呀 请各位朋友不要商量 上面有什么呀 有妖怪吗 哦呀我的天哪 这个大树怎么找到这么好呀 哇 非常恐怖啊 几乎把8个冰果都遮住了 都已经空了 都已经空了 还要遮住了 是不是有个小包子 看什么这样子 好 吸住间来 空的 空的 还有个洞的 都是空的 这个楼顶还有两个洗手间 这是什么楼顶 柳树 好大呀 这是什么简直 哦 这是当年殡仪馆的汉策呀 这个殡仪馆因为废弃的时间实在是太长太长了 没有什么可看的 只有几栋空房子 好了 再见